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菲 我的寒肉入盆了 我的習慣呢收到寒肉 如果是群生的我會把它拆開來 因為我本來就喜歡從小開始帶大 所以如果群生的我就多了好多盆 像這個雙頭的 我會把它拆開來一顆一顆粽 然後再把底下的枯葉清乾淨 清乾淨之後呢 我習慣屁股砍一刀 這是個人習慣 你也可以不必像我一樣 其實要切的話使用桌角或是椅子邊邊 這樣子比較牢固 我是為了方便拍影片 所以暫時拿這個做示範 切開來是粉紅色的 我就會放心的拿去晾乾傷口 接下來另外一邊的也一樣是這樣子處理 其他顆呢也是這樣子處理 那這一顆比較特別的是它的桿子木質化了 所以我做了一個錯誤示範 使用這個盆子呢非常的不穩固 而且很難施力 切的時候呢 感覺盆子隨時都會翻倒 很危險 這顆呢更嚴重 因為沒辦法施力 所以它的皮跟桿子 整個被我弄爛了 當下覺得慘了 早知道不要用這個盆子當砧板了 最後靠椅子當砧板 把它切平了 哈哈 之後學乖了 直接用椅子 比較穩固 像這樣子用力的切 也不怕翻車了 剛剛的盆子真的非常的不好施力 所以那個是錯誤的示範喔 這顆羅金伯格呢 感覺桿子的顏色怪怪的 所以我很緊張的再切一遍 結果發現 好像本來就是這樣的顏色 接下來呢 切到這顆白葉香檳 看起來呢好像是正常的 可是仔細看 它的桿子中間 出現一個一個的孔洞 那我會幫它處理乾淨 因為這都有可能是 未來發病的根源 那剛好發現這顆稍微有點問題 這個呢 純屬個人的行為 跟賣家沒有關係喔 因為植株整體是健康的 切到像這樣乾乾淨淨的 就可以放心啦 好啦 都處理好了 這些就是我寒肉收到之後 會處理的方式 明天 亮羹亮了一天 傷口乾了 就可以入盆啦 配圖呢 我是用前輩配好的圖 然後再按照前輩的養護方式 這樣子養護 突然想到 這感覺呢 就類似夏天是一場考試 而我呢 就直接抄了答案 有朋友問我說 這肥料是哪裡來的 這個是我買土送的 然後呢 蓮花做的蜘蛛真的很好種 我可以事先這樣子 把鋪麵石鋪一圈 之後呢 中間把它填高 讓根部可以直接接觸土壤 亮了一天 傷口乾了 就直接放上去 好了 種好了 今天呢 也順便來種一些 我之前拔下來的側芽 還有孵出來的葉子 這些土呢 是之前換下來的土 我曬了好幾天的太陽 再另外加一些泥炭 還有細砂紙 拌一拌 像這種繁殖出來的 我就會嘗試自己配土 如果萬一沒有通過夏天的考試 那我還有媽媽可以複製 順便來說一下 這個渣袋非常的好用 它可以用來固定比較大的葉片 或者是比較長的植株 就這樣折成U之形 像這個黑王子的葉子 就比盆子還要大 不容易固定 那我就用這個渣袋 就這樣固定好了 這顆呢 是紅鶴的小側芽 我想說它有長長的桿子 可以做成迷你小老妝 它頭重腳輕 用這個渣袋固定 就不會掉下來啦 又介紹我的發根神器 因為天氣涼了 所以我用泡盆的方式給水 水裡面呢 我就加了光和菌 可見我真的很懶的盆邊給水 就像這樣子加到水盆裡 可以讓它們慢慢的吸飽水 我大概加到這個高度 就可以了 把它們放在通風陰涼的地方養護 閃光處 那我把它們放在層架的第二層 今天唯一沒有入盆的是這顆粉賽納 因為它的杆子有點問題 所以把它切到這麼短 必須重新發根 其他的切完 還有留一些小細根可以吸收水分 所以直接入盆 然後我看了全體照發現 奇怪我的白葉香檳怎麼不見了 找了好久 原來我把它晾在層架第二層的 醃漬魚上面了 真是浮了自己 找了超久的 居然還忘記它在哪裡 那我的韓肉入盆就到這裡 大家掰掰